深夜十点 朱婷回归 突发变故 十万球迷遗憾 蔡冰霍抓紧行动 大家好 我的喜欢猪八戒动格 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测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日益临近 各大项目都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中国女排大家知道作为国人的骄傲 势必要在巴黎奥运会的大舞台上有所作为 中国女排也是不敢怠慢 一直都在刻骨的训练和备赛 目前中国女排队员们正在排超联赛 通过以赛带练的这种方式保持竞技状态 还有一些队员正在海外的联赛进行刻骨征战 也是没有任何的懈怠 因为大家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作为国人的骄傲 中国女排很长时间一直屹立于世界女排之间 可谓是获奖无数 但是就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当时未免冠军的中国女排被寄予了厚望 但最终却遭遇了严重的滑铁炉 小组阶段便惨败处局 创下了一个令我们感到非常耻辱的记录 随后中国女排队内发生了诸多变故 例如主帅郎平卸任离队了 朱婷和张上宁两大核心主攻 也离队养伤 一些女排的老家此时选择退役 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是严重受损和下滑的 整支球队可谓是一片散沙的状态 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以来 蔡斌接手中国女排并和队员们 此时制定了最新的目标 那就是要在巴黎奥运会大舞台上去重返巅峰 争取再度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这个时候中国女排才算是重新回到正规上面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女排相比于两年之前确实是进步巨大 今年以来的多项大赛中 中国女排的表现可谓是可圈可点 战绩也相当的不错 但是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 中国女排要想在明年巴黎奥运会上 有所作为达到目标 还需要尽细的去优化 尤其是要加强主攻线的实力 不然很有可能会功亏一篑 此前在朱婷和张畅敬两人不在的时候 年轻的小将林盈成长迅速 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但只依靠林盈一个人还是不太保险 他必须要找到实力更加强大的帮手 好消息是不久之前大家知道 朱婷表示他将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前 回归到中国女排 前提是他的身体要健康 没有伤病 张长宁也开始了在排超联赛训练 进行准备的这样一个工作进行付出 随着朱婷和张长宁分配表态 大家对中国女排的未来也是尤为的期待 但现在事情突然有了变化 深夜的时点 朱婷回归中国女排突发变故 在最新一轮的一甲女排联赛中 我们看到朱婷再度挺身而出 帮助球队战胜了对手 但我们发现 此时朱婷的右手腕 再度出现了白色的绷带的身影 朱婷的右手腕一直都是有伤 但前段时间朱婷伤病好转 已经很长时间 不见白色绷带的身影 现在白色绷带再度出现 也让大家不免担心起来 朱婷的伤病很有可能又复发了 如果朱婷的手腕伤病 现在复发的话 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的时间 是如此的近 为了个人职业生涯的考虑 朱婷很有可能在最后 不回归中国女排 大概十万名球迷 知道了这个消息 也是表示非常的遗憾 如果朱婷因为伤病 不能回归中国女排 帮助球队的话 中国女排的主攻实力 将得不到最大化的增强 面对世界强队 还是依然没有把握 蔡冰看到这种情况 现在或许要抓紧行动了 找到更多的朱婷的替身 以免在关键时刻 不知所措 最后让我们祝愿 中国女排在未来 可以一切顺利 朱婷在未来一切顺利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 和我一起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觉得尔造尔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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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栎 husband